好,那我们今天正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外食聪明吃肉 好,来,各位 外食足其实是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 其实因为80%的人口都是外食比例 所以我们现在,我发现啊 其实我们随着这个 尤其我们孩子的这个过敏的比例也很高 几乎因为父母没有时间 经常都是在外面买的 外食就带回家 素食文化也是 甚至连早餐都在外面解决 是不是,来,各位 其实我们发现哦 现在不只孩子 我们的上班族也是哦 上班族压力大 熬夜 口角炎 甚至常常造成一些所谓睡眠障碍 其实这个都跟我们的外食是有关系的哦 那其实啊 关于这些东西啊 其实我们帮大家整理了五个问题 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这是目前大家外食遇到最大的问题 营养师,请问我要如何吃啊 我才能够摆脱过敏呢 现在我们其实从小 过敏额的比例就非常非常的高 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过敏哦 它其实来自于我们的免疫系统 其实是出了状况的 我们免疫系统就像一个大的雨伞 它是在保护我们的防护罩 那免疫系统它有分为外部跟内部 像外部的免疫系统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淋巴结 淋巴组织应该有听过是不是 那我来考考大家哦 请问一下 淋巴都在我们人体的哪个部位呢 那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打下来 那淋巴我帮大家复习一下 其实我们的淋巴在我们全身上下里面聚集最多的部分 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脖子 脖子里面有很多淋巴 所以在运动的时候这一块其实会火落到 那还有我们的腋下 那再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鼠息部 我们人体其实有三大淋巴结 那透过运动的部分 我们是有办法活化我们外部的淋巴 所以有过敏的人 我会发现有过敏的孩子 其实当你开始带他跑马拉松的时候啊 他的这种过敏 其实可以慢慢慢慢的逐渐得到缓和 那刚说完外部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内部啦 那其实内部的这个 胯下很好很好 玉眉很聪明哦 OKOK反应很快 都自己带电单非常好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内部的免疫系统也很重要 内部的免疫系统就是我们的黏膜 黏膜都在哪里呢 其实黏膜你看不太到 可以借用一下大家的舌头 然后你的舌头稍微舔一下你嘴 就是嘴巴里面左右这两块肉 是不是湿湿滑滑的呢 OK好OK非常好 谢谢你们哦 然后其实他你去尝试看看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黏膜组织 那我们从上到下哦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黏膜 包括口腔黏膜 食道黏膜 那其中最大最大的 我用一张动那个这个插画的图 让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我们人体最大的黏膜 刚刚讲了口腔食道继续往下走 就是我们当当当当 我们的肠道黏膜 那肠道黏膜占多少呢 肠道黏膜其实占我们的这个整体 百分之七十的免疫细胞 百分之七十的免疫系统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说啊 很多的这个医学专家会告诉我们 其实人体最大的免疫系统 建置在肠道 如果我们肠道不健康 肠道没有照顾好 我们其实就白白浪费了这百分之七十 七十的免疫资源哦 非常非常的多哦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肠道才会健康呢 其实肠道健康有肠道的重要性有几个部分哦 第一个其实肠道是一个很好的解毒器官 诶 营养师 解毒器官不是应该是在肝脏吗 是不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那其实肝脏其实它虽然能够解毒 可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啦 农药啦 重金属啦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 它第一关会间落在我们肠道 那肠道的环境里面啊 它其实会肠道的这个环境里面 它其实会做初步的这个解毒 那真的没有办法处理才会送到我们肝脏 所以肠道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好 那还有一个部分非常重要就是 其实肠道啊 它其实同时也是在调节免疫 免疫不只是一直拉高而已 同时免疫的部分 它要调节在一个平均的范围值 太高会造成自体免疫性攻击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有听过 所以肠道在调节免疫的部分非常的重要 那最重要的现在忧郁症人口其实很多 是不是 其实专于忧郁的部分 我发现90%的忧郁的孩子哦 基本上过动跟忧郁的孩子 它的肠道多多算好都有些问题 大部分是来自于便秘 拉肚子 或是排便排不干净 我们容易有一些残便感 甚至造成很多的息事症 息肉炎 像这个部分其实都是我们要留意的 好那你说嗯那肠道到底要怎么照顾呢 其实在我们外食里面有非常多 对于我们肠道是很好的食物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肠道里面需要一个很好的环境 那其中这个环境就是所谓我们的益生菌 它会制造很多乳酸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 在我们外食里面我们要怎么吃 才能够补充这些益生菌呢 第一个食物非常好 就是韩国人喜欢吃的 韩国人喜欢吃什么呢 变变不顺怎么办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 韩国人喜欢吃泡菜 那加上日本人的习惯 他很喜欢吃纳豆 或是喜欢吃一些味噌 这个都是富含 这个很多的所谓乳酸菌的食物 它是有益于我们肠道 那我们台湾人基本上比较少吃纳豆 我会建议大家 优格优酪乳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那因为台湾的优格跟优酪乳 都会有一些比较甜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比较贤惠一点啦 你可以自己做 那再来的部分最简单就是 每天补充一条益生菌 其实它对于调节过敏的部分 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帮助 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便便不顺耶 好来各位来看一下 我们说到底什么叫做健康的便便呢 好来基本上我看一下这一张 我用了一个插画的部分 天天排便难道就健康吗 各位来看一下 便便不顺影响很大 好我知道了 好这个同学我知道了 好便便不顺很不舒服 甚至有时候肚子会觉得脏脏的 那基本上啊 其实我们排便正常来讲 一天至少大概一次到两次 一次到两次 因为我们这个肠到12小时 会有一个所谓解肠反射的动作 所以一次到两次是正常 那不是有排就健康喔 要怎么样的便便才是健康 我们要观察一下 我们说煮菜嘛 要看色香味对不对 那排便当然不会瞎啊 可是排便要看什么呢 排便要看色型器 每天尝到要清干净 对很痛快 排便基本上要看颜色形状气味 你有没有发现我画了一个很可爱看的女孩子 她的便便是什么颜色的呢 什么颜色才是最健康的便便呢 颜色形状气味 先看颜色 好来看一下 来 同学你可以把你便便的颜色打上去 可以帮你检验一下 有些人的便便是很可怕的颜色 甚至还有红色 那个其实都非常的不健康 健康的便便应该是要像上面一样 你有没有看到 像上面一样 金黄色 金黄色的便便 你回想一下 当我们是小婴儿的时候 我们的便便是什么颜色呢 是不是漂亮的金黄色 而且不太臭 对吧 想一下 有带过小孩的 自己有小baby的 或是有照顾过弟弟妹妹的 是不是这样呢 那金黄色的便便代表一件事 小婴儿的肠盗刚生出来 因为刚离开母体不久 所以它的原生菌很多 原生菌就是Bifidus菌 Bifidus菌 那基本上Bifidus菌 我们不太容易从天然食物里面摄取到 它需要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 生物科技的处理 那乳酸菌 基本上我们是可以由食物里面补充的哦 所以其实Bifidus菌跟乳酸菌 在我们人体都非常的重要 好看完颜色我们还要看什么 第二个颜色形状嘛 什么形状是最标准的呢 有一些人的便便我最害怕遇到那种便便 一颗一颗一颗像是羊大便 有没有看过哎呦好恐怖哦 其实那种便便啊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的这个水泵其实已经太少了 已经太少了 水泵太少的便便很多的毒素啊 会在肠道滞留太久 那很多毒素被吸回来之后 它其实会增加我们的所谓很多大肠的问题 包括肠癌啊甚至的一个毒素 肝癌其实都跟便便是有关系的 那你说老师那这样子我每天都水便啊 我每天都拉肚子一样这样正不正常 嗯这样子也不正常 这样代表营养在肠道里面停留的时间不足 营养素还没被吸收很浪费 那什么样的便便才是最标准的呢 那你看一下下面 那当然大部分人的便便 基本上我会建议大家 标准的便便其实是像香蕉状 软硬度大概像香蕉一样水分占70% 像这样的便便是最标准的 在肠道里面停留的时间其实是刚刚好的 颜色形状最后我要讲气味 什么味道才是正常呢 基本上健康的便便不能太臭 你在冲完水之后大概30秒 那个气味会都散掉 会都散掉 这时候代表我们这个便便是比较健康的 是比较健康的 所以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便便啊 除了颜色形状气味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他这个基本上健康的便便 应该要沉下去还是浮起来呢 有些人的便便普通一针往下沉嘛 速度很快 各位健康的便便其实应该要 我看一下有没有人知道 欸对每天便便排很干净 欸浮起来Grace你很棒欸 OK非常好 健康的便便啊 其实真的应该要浮在上面 那因为我们现在都使用抽水马桶 所以你大概就看到有点窄浮窄沉 那个代表我们吃的这些纤维脂 其实是够的 是够的 喔我发现今天上来的同学都非常的有 这个都非常的有姿势 好OK那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大家比较常见的问题 来第二个 欸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喝咖啡哈 来我看一下 有喝咖啡的可以跟老师打个招呼啊 看一下你都喝什么样的咖啡 这个是我们最常被遇到的问题 他说营养师啊 哎呀我这个为了要提神啊 我经常要靠喝咖啡提神啊 像很多跑业务的嘛对不对 做业务的啊哎呀累啊 忙到十一十二点还在跟客户在 在跟客户在这边谈啊 尤其是很多做房仲业的 我们现场可能很多做保险 房仲的也还蛮多的 好那其实像是这样的部分呢 我们这个上班族哦 最常喝的饮料首选第一名是什么呢 看一下咖啡 那其实咖啡哦 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那我们先讲好的嘛 我们先讲人家好的部分 好的部分 其实咖啡因这个东西 在所谓奥委会奥运委员会里面 它其实是所谓已经是 已经是公开的这个 增加你的运动表现的这个营养素了 咖啡因 咖啡因本身会让你的撞墙期往后延 所以很多跑步的选手 在喝了一点点咖啡之后啊 如果他平常就有一些喝咖啡的习惯 他如果在赛前又再喝一到两杯咖啡 你会发现 他其实那个比较疲劳酸痛的时间 会往后延 好这是最运动选手 那那个咖啡因因为有含量 来各位朋友你有没有看到 其实什么样的咖啡 它的咖啡因含量会 都喝拿铁啊 小晴都喝拿铁 OK 拿铁还算好一点 他有加一点牛奶 你还喝得到一点钙子 OK很棒 来各位 咖啡因含量最高的咖啡 其实就是我们的BLOCK 黑咖啡 有没有看到 黑咖啡其实一天大概喝到两杯 喝到两杯 其实就已经咖啡因很容易超标 过量了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我比较建议大家 如果要提神 有一种饮料 其实还不错 这个就是所谓的 日本人常喝的抹茶 就是我们的绿茶 因为绿茶里面含有很多什么 蛾什么素 我看有没有人知道 蛾什么素 都喝拿铁 OK非常的好 绿茶里面呢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叫做蛾茶素 那如果你手边有纸笔的话 我会建议你记下来 这个蛾茶素 对于想做体重控制的人 想做提升运动表现的人 想要血糖稳定的 想要睡眠好的人 他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 非常大的这个注意 我们说帮助的注意 因为他是死了嘛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长寿春的人 他们是不喝可口可乐 他们都喝什么 茶 老人茶 其实老人茶不见得老人才喝啊 年轻人也要喝啊 这个抹茶绿茶里面有很多蛾茶素 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其实是比红茶还要高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其实茶的这个咖啡因 因为比较少 那它本身又有很好的蛾茶素 蛾茶素在咖啡里面是没有的喔 是没有的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其实偶尔喝一点茶喔 它其实除了帮你提升之外 稳定血糖 那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清除很多自有机 因为它是植化素的一种 所以抹茶其实是很好的饮料喔 现在不是很多抹茶系列的商品吗 对不对 什么我前几天去101才看到什么 抹茶蛋糕 抹茶牛奶 抹茶拿铁 那但是不要加糖啦 常吃糖我们会比较容易老 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部分 这个刚刚我们有讲过很多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这个block 咖啡因含量是怎么样 是最高的喔 抹茶其实反而还好喔 反而还好 你可以先看一下 其实我们常常很喜欢喝的 这些可口可乐 甚至提神的蛮牛的饮料 它里面其实也都是含有 还蛮多的咖啡因 咖啡因其实齁 我最怕大家咖啡因 每天有喝到三四杯的咖啡 基本上咖啡因会带走很多的钙子 很多的钙子 跟我们消耗我们很多的D群 这个都是骨质疏中症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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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的问题 好 OK 那我们换到我们的这个下一题 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同学有没有一些问题 如果你有一些问题 你都可以留在下面 小琴问说 一般罐装绿茶有额茶素吗 OK 这个问得很好 这个表示要很注重健康 来 我们基本上一般这个罐装咖啡里面 其实它里面 罐装的绿茶里面 它其实是有额茶素的 但是因为它是属于已经是属于稀释的 稀释的 所以它会比我们自己冲泡的啦 甚至你去买那种抹茶粉来讲 它的含量是比较低 因为如果绿茶我们喝到很浓喔 饮料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些饮料的这些企业 如果它用绿茶的浓度做到很浓 它的这个四口性会不好 因为绿茶它有这个茶碱 所以它会有点色色的 那基本上罐装的有啦 但是它的含量又很低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很多女生爱漂亮嘛 想要这个藏宝青春 我会建议你 其实你可以买一个很好的东西 这个在日本喔 我常去日本 我发现他们真的很喜欢喝绿茶 你可以带一点这个纯的抹茶粉 那像我们自己 就我们国内其实也有很多 叫做天叉名叉 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啦 它其实也有做很多茶粉 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它对于这个血糖控制非常有帮助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喔 哎呀这一题很多人问 老师我脑残啊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常常被人家骂脑残 我常常忘东忘西的啊 我最近又脑过度 尤其是我们上课的人 每天要备课很多教材 忘东忘西的怎么办呢 我到底要吃什么 才会活化脑部又年轻喔 那这时候其实我会提醒大家 来看一下这一张喔 哎呀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很可爱的这个 我今天请到泰迪熊啊 泰迪熊来跟我互动啊 好 来笨蛋是可以治疗的吗 当然可以啦 其实你只要在40岁之前喔 吃对东西 你会发现其实你的脑细胞 其实它是可以被活化的 我先跟大家分享 脑科学家有告诉我们喔 其实我们这个真正研究 对大脑有益的食物 其实就只有这两类 来注意看 这个都是由临床期刊研究 对大脑真正有益的第一类食物 叫做大豆卵磷子 第二类食物 这个先记起来因为这很重要 第二类食物叫做Omega3 Omega3 这个叫做营养素 那我等下会跟大家讲 它到底存在哪里 所以不要着急 大豆卵磷子 顾名思义有个豆字 对不对 所以大家其实你可以猜猜看 它都存在于哪里呢 你会喝查理王啊 OK 好来 大家其实可以想想看 大豆卵磷子 其实大部分存在于 我们的这个豆类里面很多 那除了豆类呢 其实大豆卵磷子的这个英文 它来自于是我们的这个希腊的 这个卵黄就是蛋黄这个字 所以顾名思义出了豆里面 它其实蛋黄里面也很多 大豆跟蛋黄其实含量非常多 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内脏 动物的内脏 那这个我比较不推荐 因为我们这个Colostrum啊 胆固醇要高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大豆 豆类的食物 如果您没有痛风 您没有尿酸过高的问题 每天都要摄取一些豆类的食物 这是非常好的喔 非常好的 那还有蛋黄 你不要怕吃蛋黄 因为我们现在也非常多的研究已经显示 你一天甚至吃两个蛋 吃两个蛋 那当然是在你的肉类社区 比较少的状况下 吃比较少的肉类 你一天吃到两个蛋 而且您是用安全健康的烹调方式 像是我是水煮蛋 茶叶蛋 茶叶蛋 蒸蛋 现在中午了齁 八豆腰一直在讲食物 这种水煮的方式啊 茶叶蛋啊 蒸蛋 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胆固醇 它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 你反而会降你的坏的胆固醇 因为你的好的软磷子摄取进来了 你会发现其实你整个人这个细胞是比较活化的 好,那再来除了大豆跟软 那个所谓这个蛋黄之外 我还有推荐大家 豆类制品 我跟大家分享怎么选 豆类制品大家很常去喝豆浆 其实坊间的豆浆说真的啊 比较稀 我会建议大家 其实真的要吃 你可以吃板豆腐 不是汤豆腐哦 板豆腐就是我们跟妈妈上市场 有没有那个一格一格的 有没有 有时候卖它一份是四个格子 一个甜字 像这种板豆腐的这个含钙量 其实是一般那种盒装的那种 汤豆腐的含钙量的十倍 十倍 所以其实豆腐是非常非常好的饮食 它本身有非常多的蛋白质 软磷子 钙质 而且不含胆固醇 OK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 每天来吃一点豆腐吧 臭豆腐哦 我相信这个同学一定很爱逛夜市 臭豆腐这个东西哦 其实它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 臭豆腐其实如果你是吃这种 所谓水煮的啦 我们自己煮的臭豆腐还好 但是我最怕人家选的那种是这种油炸臭豆腐 夜市很多嘛 油炸臭豆腐配泡菜 它这个烹调方式会让很多好的这个油脂都氧化了 那加上夜市它在烹调的部分还有一些卫生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臭豆腐可以吃啦 因为臭豆腐在发酵的过程含有很多乳酸菌 Lectus乳酸菌 那但是因为它这个烹调方式我会建议大家 臭豆腐要吃啊 尽量选择这种水煮的 你可以加一点点辣 如果你的胃很好你可以加一点辣来这个比较下饭 好 好 讲到这边齁 大家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在 中华豆腐 中华豆腐它其实有分 它是算汤豆腐啦 中华豆腐它其实 它好像有做到所谓板豆腐 你可以去查 那如果说大家真的要选这些牌子的话 我会建议你 其实今天不管你选哪一个牌子 你要留意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选择飞鸡杆 这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第二个部分很重要 尽量选择盒装真空包装的 那传统市场的 因为我最大遇到的问题 我们过去是在学校当营养师喔 那我们过去其实采购的时候 遇到最大的问题是 它如果我们像传统市场采购 它的那个蘸板啊 它那个木板 它其实有发霉的问题 发霉的问题 那会有很多的这种荒蛆毒素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那再来霉菌感染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比较担心喔 那希望大家如果要选豆腐 选择盒装的 其实是会比较安心的喔 好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 OK 这个题也是很多人在问的 老师我常常熬夜耶 我压力好大喔 然后嘴巴常常破掉 对不对 嘴巴常常会红梗喔 小朋友其实也是喔 尤其是熬夜的族群 各位朋友 请问熬夜这个口角炎 它到底是火气大还是缺乏B群 到底是什么呢 各位如果您常常这个嘴巴破掉 你就要观察 其实你如果常常嘴巴破掉 你要观察一下 你是晚上常常睡不好 常常睡不好 或说晚睡 这其实是属于火气大的一种 那如果说口角炎的部分 其实您可以留意一下喔 基本上如果你常常吃精致饮食的部分 它比较容易造成口角炎 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 像我是属于那种 它在熬夜熬个大概两到三天 我其实嘴巴就会有一些些问题 所以就是属于火气比较大喔 晚睡 晚睡的部分 那因为其实像我们家都吃糙米配黑米 那糙米跟全麦制品里面 里面有很丰富的B群 所以B群基本上不太容易缺乏 如果是您是像老师这样吃 你都是吃属于这种比较多的粗食 其实B群是比较不容易缺乏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张 来 生化研究有告诉我们 人体有46种营养素 其实是没有办法自己制造 需要经过食物摄取的喔 那这46种营养素 你有没有发现在中间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B群 所以为什么关于这个所谓口角炎也好 提升精神也好 能量传导也好 甚至很多减重 老师我受不下来 我壮墙齐了 有没有 其实这个很多体重受不下来 它也是跟B群的摄取有关 我这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看到 B群它是在我们这个能量营养素的这个中间 它是关于我们吃下去的很多这个糖类啦脂肪 它要把它转换成热量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媒介 它就是中间那个bridge 中间那个桥梁 所以很多B群如果吃的不够 你会发现它不但容易口角炎 也比较容易疲劳 也比较容易疲劳 那以我们台湾人现在的饮食 B群比较容易缺乏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比较喜欢吃白色的食物 白色的食物 你说老师白色的食物是什么? 棉花糖吗? 当然不是 白色的食物包括白饭 白面 还有白面包 还有所谓这些饼干啊 这种高饼类用白面粉制成的东西 它因为已经精致过了 它也没有所谓的所谓纤维跟B群 它都已经被所谓已经精炼过了 就被提出来 所以这些精致的东西里面我们称它为空热量 就是没有营养只有热量 我们吃东西基本上要热量 但是也要营养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是属于这种所谓 熬夜啦 加班啦 除了这些糙米啦 这种全麦 全骨类 豆类制品里面很多B群 你要常吃之外 有些人他会额外去找一些营养补充 那B群其实我们很常被遇到 B群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去找坊间的B群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嗯 那个味道怎么样 我看一下有没有人买过B群 碗碎会火气大 智凯晚睡会火气大 好 火气大这个要真的是要 你要严格限制自己 11点到3点是我们养肝跟养胆的时间 这个智凯 11点一定要睡 无论如何所有的这个11点 你就无论如何11点就要让自己想办法躺平了 那有些人说 吃B群吃克服喔 基本上B群因为现在琳琅满目 你会发现大部分你买坊间那种药妆店化学的B群 你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那个味道怎么样 哎呦 好恐怖喔 吃下去之后打嗝有没有 还有那种化学的味道 甚至那种化学的B群你拿高跟鞋去 我曾经拿高跟鞋去敲有没有 敲不坏 化学的B群敲不坏 你会发现它很硬 好 所以基本上如果真的是喔 比较少吃这种所谓粗食杂粮类的食品 我会建议大家喔 有个部分很简单 你去找天然B群 那B群最容易萃取的就是酵母 就是所谓酵母B群 剂量不需要高 大概B1B2一点多毫克 一点多毫克你慢慢吃慢慢的加 因为我们人体有一个最大吸收量 基本上少单位的喔 你大概吃到两到三颗 一整天的B群量其实就足够了 所以B群基本上在选择上面 我会比较倾向选天然B群 你在尿尿的时候就会观察到 你去小便的时候你会发现 化学的B群颜色很深 而且同时它会气味很重 那如果你吃天然的B群 它一样颜色很深 颜色很深是B2造成 那个是天然的 是B2造成 但是天然的B群气味不重 你完全不会闻到太多臭味 不会有闻到太多臭味 那这样知道怎么选呢齁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 下一题我们这个也是很常被问到的齁 欸 最后这个很重要啊 这最后一题 老师啊 我中年啦 壮年40岁啦 请问我要如何吃 我要如何吃 我才有这个关节才会好 我这个关节才会灵活 那我可不可以运动啊 假设我有关节炎 我可不可以运动呢齁 因为像我本身其实我 几乎大概一个礼拜 会去运动到5次齁 所以我自己了解到 其实运动对于关节的保养很重要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齁 其实为什么在于 如果您不是没有发炎的这个所谓 还不是发炎的这种所谓 严重时期 其实运动本身这件事情 是对关节是好的 因为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骨头里面有一个细胞 叫做成骨细胞 它是骨头成长需要的元素 所以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你会让这个成骨细胞活化 成骨细胞活化 所以反而有助于你的关节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韧度 关节的这个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紧实 结实度 所以其实运动这件事情 本身是好的 但是我会不建议大家 在关节发炎红肿热痛的时候去运动 好 那再来呢 基本上也帮大家整理了几个部分 就是其实我们会听到很多 退化性关节炎 对不对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张 你会发现骨骼跟骨骼中间连接的部分 骨骼跟骨骼中间连接的部分 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软骨 软骨组织 那这个软骨组织大部分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胶原蛋白 跟糖蛋白 尤其是很多college 80%都是胶原蛋白 所以胶质很重要 胶质很重要 那你就会问啊 老师 那这样子的话 以形补形 对不对 有人说吃脑补脑 吃胶质就可以补卵骨 对不对 来我看一下 有没有人在吃这些胶质 40岁了需不需要吃葡萄糖胺 关节会有咔咔咔的声音是不是 来各位 基本上喔 40岁之后我会建议你 饮食跟营养补充 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 饮食里面喔 基本上胶原胶质很多的部分 动物性食品非常多 你听听看 这些东西你平常会不会吃 鱼皮猪皮甚至很多鱼肚 它里面本身胶原蛋白很多 那还有一个叫做猪脚 可是这些东西里面 同时也含有大量的胆固醇 所以我会 我会取另外一个部分 植物性的 植物性的食物里面 其实本身也有很多 非常好的蛋白质 它是有助于合成我们胶原蛋白的 举个例来说 刚刚讲到的豆制品 还有奶制品 如果您本身没有乳糖不耐症 其实偶尔吃一些奶制品 甚至奶酪 奶酪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多鲜奶 去浓缩萃取而成的精华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蛋白质 其实是构成我们这个所谓 这个所谓胶原蛋白很重要的材料 我们说材料 还有包括像是很多很好的这种所谓豆腐啦 豆干啦 甚至很多这个坚果 其实也对我们的关节非常非常非常好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边几项 关节要好 基本上有三个部分 第三个我们刚刚有讲嘛 循序渐进的运动 像剑肘啦 甚至偶尔爬爬山 其实这个对我们这个我们的骨骼的韧性 这个结实度是很好的 然后练练我们的骨四头肌 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爬山 我会建议大家走坡度 会比走楼阶梯更好 那基本上走上坡会比走下坡好 那你说老师那这样子我爬上去我要怎么滚下来嘛 没有嘛 你可以开车嘛 或是搭公车下来嘛 慢慢走慢慢走 那再来还有一个运动就是游泳 游泳是几乎对关节没有太多冲击力的部分 好 那其实在饮食的部分我们刚刚有讲 除了天然饮食里面在营养补充 其实刚就有人问到啦 40岁之后 其实葡萄糖胺跟胶原蛋白 这两个东西同样重要 因为我们当时临床有发现一些 这个谢谢已经在初期这种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如果你是在初期 你就开始补充葡萄糖胺跟胶原蛋白 其实有助于你去缓和这个发炎的状况 那除此之外 刚刚讲的胶质的食物 还有一些抗氧化的食物 我这边举个例子 像是这些五盐六色的蔬菜水果啦 其实本身就是抗氧化的 我们通常遇到最多的关节炎喔 其实主要分为三大类 我跟各位讲 第一大类是年纪大 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像这种退化性关节炎 你去补充胶原蛋白 葡萄糖胺 还有抗氧化的食物 Omega3啦 深海鱼啦 还有一些所谓的像坚果啦 这个都是有助于缓和的 这个是年龄造成的 70岁以上 几乎有百分之70%的人 都有所谓退化性关节炎喔 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其实早一点点补充 其实是有必要的 尤其40岁以后 好 那第二种关节炎 不跟年龄有关 它是跟所谓自体免疫性 有没有听过 崩溼性关节炎 这个是属于自体免疫性的部分 它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基因啊 这个我们很多甚至遗传的这个DNA 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像这种部分 你比较难透过食疗去改善 所以基本上 照自体免疫性造成的 其实除了保养之外 远离这些污染物啦 危险物所谓香烟嘛 香槟酒 香烟、檳榔跟酒精 远离这些物质 它可以造 至少能够让你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自体免疫性的这个部分 不要越来越严重 远离毒素 它这个部分 基本上自体免疫性 你要比较多的问题 你可以去请教医师喔 因为这个部分它是有比较复杂 我们可以专门开一堂课跟大家聊 那第三个部分喔 比较好解决 它是属于创伤性的关节炎 像是受伤之后的关节炎 你要把握受伤的 从受伤往后推这三个月 这三个月的时间 你要记得 如果你真的有受伤骨折 像我老弟啊 我弟弟昨天去打这个羽球 就打到这个受伤了 这个阿基里斯剑居然拉伤啊 真的是真的是拼命去打羽球啊 其实像这样子的部分喔 有在受伤有肌剑拉伤 甚至有关节损伤 你要把握这个修复期三个月 补充比平常更多的胶质 钙质 还有所谓葡萄糖胺 所以平常像这些豆类食品啊 是个奶制品啊 蛋白质多的食物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胶质的食物其实偶尔吃一吃啊 因为我们比较担心 它是它的胆固醇的部分 好 那今天的部分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喔 那我也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谢谢我们的小琴喔 对Grace爬山会变强喔 如果要爬山可以找我 我每个礼拜六早上会去爬山 好 那大家呢 如果有任何任何问题 或是任何想法的话 其实都欢迎您可以留言在下面 那我们这边有小编和我这边 我们会一一的回复大家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啊 我也欢迎大家 如果今天的活动 今天的课程对大家有帮助喔 其实我会请大家帮我们做一个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那我们会从分享的这些好朋友当中呢 抽出几位 我们今天会抽出几位这个部分 我们会直接送他 关于这个市价890块的乳铁益生菌 是由我们日本森涌授权的部分 它可以保护你的肠道 那调节您的免疫力 所以如果想要的朋友 各位可以赶快做一个贴文分享喔 贴文分享喔 那我们下周直播的时候 会公布我们的抽奖名单 出于你幸运中奖 各位朋友 好 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是 我们下一个次的主题呢 也是在下个礼拜四的中午12点到12点半 我们会聊一聊关于油的部分 因为现在市面上超市也好啦 这些有机小农也好 我们卖的油越来越多 那到底什么样的油适合高温加热 什么样的油适合凉拌 什么样的油吃了我的这个三高比较容易降 什么样的油适合营养补充 其实这个都有不同的用法 不是自由配 不是你自由乱配的喔 好 OK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喔 那大家记得赶快去吃饭喔 好好的休息 下午才有体力 那下周四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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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